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晚安 我们还有倒数两分钟 但是我们先上线来先预备一下 所以我们在两分钟之后开始 已经上线的同学也可以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就是可以在下面留言的地方 看到安安 看到领好了说安安 然后Joshua报道钟群 所以同学也可以先看一下声音跟画面是不是OK 然后希望今天的网路可以听话一点 希望不要中短 因为网路对于直播来说是蛮重要的 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系统不可规避的情况 那真的发生我们就只能够临时处理 好 大家声音还可以吗 好 看到米江 好 看到伯真 好 看到 好 看到唐欣 好 指纹 好 声音OK对不对 好 好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跟大家聊聊时事 那很多人可能想说老师你今天要聊什么时事 好 其实今天要聊的比较像是政策类的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预告 那个预告就是跟大家比较关心的房市的量跟价有关系 房市量跟价就指的就是成交的价格 还有最近房市好像有回温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在看房子或甚至有在卖房子的人 一定特别感觉到最近看房子的人跟出价的人有比较多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聊聊的比较多的是政策面的东西 这些政策面的东西当然也会影响到如果你本身是 有不管是买房子或卖房子 或者是你本身是包租公包租婆的人 或甚至你现在是在住房子的房客 其实这些政策今天要分享的这两个政策 我们都会讲到一些细节 然后以及怎么样保障自己的权益 所以大家猜得到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时事吗 唐欣说就是声音很清楚 画面OK 我助教说我的头发会碰到麦克风 这样有好一点吗 我放过来这边麦克风好像是在 这一边 除佑不分对不对 好 那这样还可以吗 不会有杂音对不对 好 好 助教帮我看看声音是不是 就不会有杂音 刚头发一直碰到他 好 我跟大家聊一下 你看我有多黑 这样 有打光可能看不出来 我真的好黑喔 天哪 我的妈呀 我婆婆跟我跟我老公的姐姐说 我们最近搬家 太累了 所以我都瘦了 其实不是瘦了 我只是变黑了 黑一大招 体积看起来会 好像更瘦 所以真的很黑 其实就是一直带我儿子去爬山跟 去海边玩 好 那我们今天呢 等一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呢 我其实很鼓励同学也可以 帮我们按赞跟按分享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这个时事呢 其实跟政策有关嘛 那其实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受 媒体的 的误导 可是其实呢 不见得 是最正确的资讯 所以我们等一下分享的这些资讯呢 其实有一些我有 确认过主管机关 好所以 其实很鼓励同学就是等一下在听的过程中 也可以边帮我们分享 我们可以传递更多 就是正确跟健康的房地产的知识 给更多需要的朋友 好 那今天今天呢 我们要来跟 哈哈哈 叔叔说 许许 许许说真的有黑 真的这么黑的 真的很黑 好 但是没关系 健康最重要 好所以今天要分享的时事呢 其实是两个政策 第一个呢 就是 租赁新制2.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实价登陆的2.0 你可能想说 反正这些都有 整理懒人包啊 我们就看懒人包就好 可是其实啊 我刚有讲 其实有些资讯呢 不见得是 媒体分享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是 正确的 因为 而且如果假设你不管你现在是房东 房客 其实我们等一下会 分享一些资讯是我真的有跟主管机关 确认过的 以及呢还有一个大家其实很关心的就是 实价登陆 实价登陆对于我们 身为买方 或是甚至你是卖房子的人 其实都有一些 要注意的事项是很重要的 好 叔叔说他叫叔叔 好 OK 原来你就是书房 好 书房是我的学员 所以我知道是他 好 其实呢 首先我们第1个先来讲的就是租赁新制 可是其实在讲租赁新制啊 很多人 都不知道 或者很多人其实忽略了 其实租赁新制 在之前其实就有一个1.0的版本 1.0的版本呢 其实 就有一些 对房东跟房客 就有一些 保障 而且大家想到租赁新制想的都好像是 对房客的保障 其实租赁新制对于我们这种专门在 就是有物业在收租的房东 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保障 所以租赁新制本身是 不是只有保障房客 其实对房东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等一下 我跟大家讲你就会知道租赁新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他帮助 房客 就是 不用担心二房东之外 其实房东也不用担心二房客 真的是这样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在讲租赁新制2.0 其实有一个东西是1.0 这个1.0其实早在2018年的6月27就已经上路了 所以其实在两年前的 两年前的 差不多这个时间 其实他就已经 他就已经有一个东西叫做租赁新制1.0 那我们先简单的前情提要一下 为什么我一直讲说租赁新制对房东跟房客都是好的德政呢 的原因是因为 以前我们身为 房东好了 就是如果你不是公司行好的话 其实呢 就是 就没有受这个定型化7月的规范 可是租赁新制上路之后呢 就算你是一个个人户 的房东啊 其实我们都有 合约里面都有规定就是因 约定跟不得约定的事项 所以就算我不是开公司 做资产管理公司 其实我都要遵守 就是内政部的规范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有很多 所谓的二房东都是走在 就是不受控的 这个法律的边缘嘛 所以其实 他把我们像这种自然人 就是你不是以公司行好出租的人 都 要遵守 这个 就是租赁新制的规范 其实我觉得是 对房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好 那另外呢就是 以前在我们说两年前所上入的 租赁新制的1.0的版本 其实就有规定说 不能够约定房客不得报税 也不能 约定他不得 迁入户籍 那其实这个在实际的 因为其实租赁新制 1.0也已经上入 两年了嘛 那实际上的做法 很多房客 很多房东他的确不会在 合约里面规定你不能报税 但是他会在 你的 签约的当下 他会问房客说你有没有要报税 这个年没有入户籍 那先确定他的需求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房子租给他 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有一个东西 其实会是 房东 接下来这半年一个要提房的东西 我先卖个关子 就是 你可能不是你的房客跟你说你不报税 你就没事了 以及也不是你的合约怎么写就没事了 所以 如果你身边有 房东 房东 就是你身边有房东的朋友 就是已经在当房东的朋友 或是你本身是房东 你等一下要听到这个部分 这个part 可能会是今年下半年 一个 政府一个很聪明的政策 我必须要讲一个很聪明的政策 所以身为房东 你最好要报税 这是先跟大家卖个 关子 我们等下来讲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所以现在 租赁新制1.0 就是两年前的版本 就已经说不能约定房东 房东不能约定房客不能报税 跟不入户籍 但是他在签约的时候可能就会确认 然后以及这个也是一个 两年前那个时候租赁新制的1.0 就是 押金不能收超过两个月 如果有违约金的话也不能超过一个月 但是这个有个注意事项 就是这个违约金 就真的是违约金 所以他不包含 就是 例如说假设房客 他有东西有损坏好了 或是有破坏 或者是他 可能有一些 就留下满屋子的垃圾 要你清洁 要你清运 这些东西都不含在 押金 的范围 就是 我可以扣完一个月的 违约金之后 然后再从 另外的一个月的 押金 去扣 去清理这些垃圾 然后去 去赔偿这个损坏的设备 所以某方面来说 这个违约金就纯粹只是违约金 那如果假设有损坏赔偿 就是用另外一个月的押金来付 所以 房客也不要误会 以为房东只能够 从你的一个月押金着手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两年前的租赁新制 他规定就是 如果你要 当二房东的话 你必须要取得屋主的同意 才可以 这房东的同意 然后如果有 这个就是我觉得租赁新制 不管是两年前的 1.0 或是等一下 我们要讲的 2.0的版本 对房东最大最大的保障 就是以前 你身为房东 假设你的房客 真的不缴 租金 他必须要扣完 两个月的押金之外 还要再持缴两个月 你才能够赶他走 你才能够跟他 终止合约 但是 租赁新制 1.0 就两年前那个版本 其实他就规范 就算押金还没有扣完 只要他持缴两个月的租金 或者是 他可能管理费没缴 或是电费没缴 只要达到那些费用跟租金 达到两个月的 租金的 这个扩塔 他就马上可以跟房客 强制的 提前终止 这个租约 所以其实 你就变成你的押金 至少还够扣这些东西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就是 避免遇到一些 海蟑螂 遇到一些 就是 霸王的房客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就还好 他也规定了房客 有一些无条件解约的 原因 比如说他可能 有意外 或是 可能有 就是生病 他需要疗养 这些 他当然就可以 房客就不用被没收 任何的违约禁 他就可以提前解除合约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 搭配刚刚的就是 他欠两个月的租金 你就可以让房客提前终止合约之外 以前 以前在租赁救治的时候 我们还要寄存证信函 然后我们还要催告再催告 甚至要提告数 我们才能够入内 然后去清理房客的东西 但是租赁新制 其实两年前的租赁新制就有说 如果两个月 他欠打两个月 然后提前终止合约之后 就房东可以要求房客终止合约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入内 清理 房客的遗留物 就是他如果东西不搬 我们就可以帮他清运 所以这个 对房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我们就可以避免 就是房客在里面赖着 然后又不出面 然后我们又不能碰他的东西 所以遗留物 就可以处理 而这一次的租赁新制2.0 甚至更进阶 他说你帮他处理遗留物 你清运的费用 清洁的费用 还可以 从房客的押金里面扣 当然如果押金不够扣 你可能就还是要 寄存证新函要求他支付 但是至少 你可以处理他的东西 你可以把他东西清走 所以而且不犯法 只要他违约在线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房东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保障 租赁新制很大的保障 那这一次的租赁新制2.0 其实你去看很多的媒体 全部都写什么 大家可以问问题 像Kerry现在问说 如果我只有一件套房收注 我要遵守 新制吗 要啊 要 但是我等一下来 帮大家 回答Q&A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先留言 好 租赁新制2.0 很多媒体都写说 2020年的7月15号上路 我为什么这里打一个问号 的原因是 其实 我今天有打电话去 问行政院的 小保 然后行政院的小保 又要求我怎样 又要求我打电话去内政部 那内政部其实就说 其实他们还没有省过 他们只是说预计 7月15号上路 但是 他们目前还没有公布事情 因为 其实 6月17号的那个新闻稿 行政院的新闻稿 他也是写说 要等内政部公布事情之后 才会上路 所以其实 老实说 是不是7月15号上路不晓得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先知道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有房客 有合约证要签的话 还是先签旧的 7月15号 是不是要签新的 也还不晓得 因为 要等内政部公布之后 所以同学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 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 你觉得有帮助的话 也可以边帮我们 边分享 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这个直播的 可以帮我们按分享 这样更多人可以收到 就是 正确的 第一手的 房地产的 税制跟 一些政策的 规定 好 所以其实是不是 15号上路 其实不晓得 好 再来 就是 但是这个 租赶新资 其实 租赶新资 有一些规范是 更进步的 举例来说 像举例 我们有些房东 他可能有 有 顶家 在收住 可顶家其实没有门牌 或是你可能有一些 没有门牌的建筑物 可是他其实本身有 税级编号 这些 一样有 有受 我们的 合约的规范 好所以租赶新资2.0 直接把 没有门牌的建物 只要他有 税级编号 所以税级编号就是 收得到房屋税单 好全部 都有 纳入我们的 规范里面 然后再来 就是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常识 但是可能有些房东 真的都乱来 就是租赶期间不可以 随意调长你的房租 然后再来 就是租期要大于30天 这个其实最主要 要规范的就是 避免日租 那其实大家知道如果租期短余30天 本来就应该要有旅馆或民宿的执照 才是合法的 但是这部分其实是受 观光传播局的规范 主管机关就是观传局 观光传播局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旅馆 也没有民宿的执照 你的租期又短余一个月的 这种的基本上就是 所谓的违法日租 所以这部分 就是我们租赁新制规范的 租期 最最少最少要30天以上 然后再来 这个应该是 大家看到媒体里面 最多在讲的 就是 电费的计价 其实电费的计价 在租赁新制2.0 他规定 电费必须要 分成下月 跟非下月 那很多人就想说 那我到底合约要怎么订 那我来做个统计好了 就是你现在是房东的 或者你现在是房客的 你们的合约 通常都约定 一度变多少钱 一度变多少钱 那 可能有些人我之前听过 有些人可能约定的好高 约定的6.5 或者是 比较常见的 像我们自己 大部分都是约定5块钱 那5块钱其实是 就是冬天夏天 解藏不断 那到底5块钱 约定5块钱 到底是不是 符合租赁新制2.0的规定呢 那 我要不要降低 或是我要不要依照 夏季跟非夏季 又有一些规范呢 改为跟大家公布答案 其实呢 他有讲到说 你不能够超过台电的 最大的急剧 其实你会发现 台电 不管是夏季 或非夏季 就是不管是 12345678 到12个月 不管是哪个月啊 你会发现他最高的急剧都是几块 有5.03的 也有6.41的 所以其实你约定5块是ok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超过 台电的不管是夏季 下月或非夏月的 最高的急剧 所以其实我们 很多 包含我们的学院 我们其实都是 大部分都是定5块钱 那其实5块钱是 即便是租赁新制2.0 都是ok的 所以 就不用特别去调 币或是干嘛 但是 如果你本身本来是收到6.5的 其实不管夏季或非夏季 都是 违规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本身是6.5的 其实你务必 就是 夏季跟非夏季都要调降 因为 他的本意就是不要让你从 变费去赚钱 好 所以这个就是这张表蛮重要的 就是 夏季最多6.4块 那非夏季最多5.03块 所以如果你约定5块是ok的 好 然后再来 就是 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 他就是 规范说房屋跟设备的修缮责任 基本上都是房东 所以 冷气坏了要找谁 当然是房东 可是有些房东 就会说 是房客使用者付费 就叫房客要自己修 其实没有 就是 竹林新制2.0他把这个直接放 放成明文规定 就是你 你基本上就是 房东处理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房东处理 所以就是房东要负责修缮 好 然后再来呢 他有规定了一些法定的 终止的原因 那他有分成三个月跟30 天 三个月前要通知 或30天前要通知 那这个呢 我觉得 因为 到时候等竹林新制2.0 就是正式内政部 审议过颁布之后 他就会明定到底有哪些事 像是要三个月 前要通知 哪些是30天前要通知 所以等我们这个就等 内政部名文 列出来那些项目 我们再来看 但是有些项目呢 其实 可以马上讲 就马上终止合约的 例如呢 假设对方有危害 公共安全 例如说 你的房 房客好了 他 本身是 有放 暴力物啊 或是他本身有 威胁 你的邻居的居住的安全 或是 这个房子有一些 结构安全的损害 或者是 危及到 陈租人的安全健康 例如说你现在住的是海沙屋 你已经看到钢筋外露了 你可以马上要求 强制 你要终止合约 你的房东是不能扣你任何的 押金跟违约金的 所以这个呢 他就直接明文规定 就是这个可以马上终止合约 不用先请告知 好 这个很好 另外有一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 就算是租赁 新制1.0 其实大家都会犯一个陷阱 其实我们在合约里面 都有一条叫做 我 得或是不得 提前终止合约 有些人就会勾得 如果你是勾得的话 请你记得 你的房客只要提前一个月 告诉你 其实你就不能扣他 任何的押金 即便 他没有 没有骑满 没有住到满 因为你在合约里面勾的叫做 得 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勾的是不得 他一样可以提前终止合约 只是他就要赔违约金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是 希望合约走完的人 不管你是房东或房客 那你在合约里面就应该要勾不得 勾不得 勾不得之后 如果你的房东先收回房子 或是房客 没有把合约走完 你就可以要求要违约金 所以他这里面就有分得跟不得 得的话 你就提前一个月 告资 你就不会被扣任何的违约金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说 出令新制1.0之外 他更好的 就是他直接规定 你如果轻运 房客留下来的东西 你还可以跟他求偿 他的清洁费 跟轻运的费用 我们刚前面其实有提到 8月会有一个东西 上路 而这个东西可能会让很多房东 有可能会被追缴 租金的所得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政策 就是 租金补贴大招有租金补贴这件事 可是去年的租金补贴的政策 其实是户籍要 设在里面的 你才可以 去申请租金补贴 可是其实大招要申请户籍要签进来 其实房东 一定会知情 而且房东一定会怎样 一定要同意他总是要把一些资料给你 你才能够去 入户籍吗 所以很多房东就有恃无恐 就觉得还好 但是今年政府很聪明 他说 你只要有真正的 出租赁 就是乘租的事实 你只要有租约 然后 真的有租房子 在这个房子 基本上 你就算户籍没有在里面 你就可以申请租金补贴 所以变成了有一些房客 他可能本身没有报税 但是他去申请租金补贴 而房东 不知道 你觉得呢 国税局的下一步会怎样 他就有可能会知道 原来你有租金所得 然后要求你要 补税 所以我其实 我其实要 要跟大家 就是 也不算政力宣导 但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 的确 接下来啊 因为有了这个新的租金 补贴的 这个政策 跟配套啊 我真的建议 就是要如实的申报 租金会比较好 这个会比较好 要不然 其实这个有点点 罚得有点重 所以这个呢 算是政府 因为他才刚公布嘛 有很多房客可能会去申请 而且 你不值钱 因为他并不用 签户籍就可以做这件事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 政府很聪明的 一个 一个方式 然后房东 记得要提高警觉 好 另外一个呢 我们刚讲的 租赁新资2.0 还有另外一个2.0 就是 实价登陆2.0 实价登陆就比较简单一点点 其实实价登陆 这个就是直接就已经是 2020年7月1号上路了 所以现在已经7月7号了 就已经上路快要一个礼拜了 那这个的差别是什么呢 如果你本来的 你如果本来申请过户 是在6月30以前的呢 你就还是走 旧制 就是你还是 跟原来一样 就是 包含申报的人 包含你申报的时间 都没有差 就是如果你是 去上个月月底就已经 申请买卖移转登记的案件 就是走旧的 但如果你是 7月1号以后才申请 就是买卖移转登记的话 那你就要走新的了 所以现在已经要走新的了 最大的差别有几个点 第一个 以前的申报义务人 是仲介跟代数 所以以前如果假设你没有罚 如果你没有去申报 的话就是罚仲介跟罚代数 好 因为大部分就算是 不透过仲介成交 也都会有代数帮忙跑 所以就会罚代数 但现在申报的义务人是买卖选法 而且政府很聪明 他是买卖双方共同 都有这个责任 好所以 所以后面的配套我来跟大家说 所以政府他直接把这个责任 他不是要求卖方 也不是要求买方 他是要求买卖双方 所以他会达成一种恐怖的平衡 就是买方也不敢怎么样 卖方也不敢怎么样 因为他是买卖双方 共同 要做这件事 这件事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申报的时间 就已经不是 过后的30天内 而是 过后的当天 就直接办 10家登录 所以等于是你过后的当下 就直接办10家登录 而且是买卖双方都有这个责任 而这个责任有多厉害呢 就是如果假设你预期没有申报的话 他直接先罚 3万到15万 一次 一次 and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and and 还要限期你 就是你要限期申报 所以如果你有过户 但你没有去申报 他提醒你 一次就要先缴 3万到15万 所以之后就比较不会有人 就是当成忘记了 或是当成 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于他没有去报 而且他是 买卖双方共同都有可能会被罚 所以假设你的 代数没有办这件事的话 买方跟卖方 他都会收到简讯 然后提醒你 要去报这个实价登录 而且呢 政府很聪明 像台北市的地震 他还会发简讯给买卖双方 说 你不止你已经有办实价登录了 而且你登录多少钱 他要买卖双方都在确认一次 这个价格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达成一种恐怖平衡 所以如果有人真的要做什么手脚 会变成 屋主跟买方 都有责任 而且台北市甚至还会发简讯 跟买卖双方确认 你收到的简讯上面会有 登记的价格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真的是恐怖平衡 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申报不实 申报不实有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内容不实 另外一个叫价格不实 什么叫内容不实 就是实价登录不是要登录他 几房几厅几位吗 或是楼层 whatever 所以如果是内容不实 而没有涉及价格的 基本上他简单一点 他有一次改正的机会 或者是你如果要改正 提醒你改正 你却没有改正 你就会被罚6000到3万 所以你还有一次补证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是内容不实 价格不实的话 他 就会先罚3万到15万 一次 一次就只说 如果你没有来改正 我可以连续处罚 然后还限期AND 限期你要改正 直到你改正为止 所以 以后建商如果要做高 当然买方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让建商做件事 但是某方面来说 买卖双方两个都有责任的 都有这个 其责 然后到底什么叫做 价格不实 他包含三件事 就包含你的总价 登录的是错的 或是你的车位的价格 拆分的 车位的价格是不实的 或是车位的数量 明明是绑两个车位 你写一个车位 这个也跟价格不实 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是这三件事 他会先罚3到15万 然后再限期改正 而且买卖双方 一起罚 买卖双方一起罚 这是 时价登录2.0 最大的差别 就是登录的时间之外 还有就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但是呢 其实这次租赁新资2.0 有一件事情 很美中不足 就是 预售屋 一样 没有在这次改革的 改革的 内容里面 所以预售屋 还是怎么样 预售屋 还是要等 卡根代销的 合约走完之后的30天内 才 去登录 所以 预售屋 就还是维持 就代销业者 在销售 结案 后30天 才完成登录 但如果假设 预售已经盖好了 那他就变成城屋了嘛 他就是代数在过户的时候 就当天 就要去做实价登录了 所以就看他 盖好了没 所以预售屋很可惜 看的呢 还是不是 及时的资料 好 那大家可能我们刚讲的 租赁新资2.0 也讲了 就是我们刚说的 就是实价登录2.0 那可能还有很多人想说 可是最近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时事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 我们下一次直播 因为我们7月还有一场直播嘛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最近我常常被问到 就是 无限QE的时代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无限QE嘛 就是一直在印钞票的 这个moment 是不是应该要贷款的买房呢 好 那我这边 打了一个问号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大家知道啊 其实这 这两个月 尤其这一个多月来 其实 很明显的 不管你是买房子 或者卖房子的人 你很明显的感觉到买器 真的有变好 然后价格好像出价 下出的比较积极一点 但是这个我打一个问号的原因是因为 好 我就卖个关子 我们下一次的直播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无限QE时代是不是应该 贷款来买房子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 我来跟大家分享 好 好 我看到同学有人说我真的变黑了 然后Kerry问说呢 就算我只有一件套房收注要遵守薪资 对 不管你有几件都要遵守薪资 那中群问说呢 房客的 家具之前的大型物件 要怎么处理呢 房客的家具之类的大型物品要怎么处理 你说的是他遗留物吗 遗留物的话 一样是请人家轻运 那轻运不是会有一个轻运的费用吗 好就可以从他的押金扣 那如果押金 不够扣的话 你还可以写存证信函 请他 求偿 但是这部分呢 跟大家提醒 就是很多 房东在签约的时候都不够小心 就是都没有留 房客的身份证 资本 导致于呢 他搬走之后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联系他 所以如果你是我的房 我的学员呢 你一定会知道 就是签约的时候除了要留 身份证资本之外 还要copy他的名片或工作证 这很重要 那北欧问说呢 Bow Bow问说呢 租给二房东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二房东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包租贷款的 新的 规定嘛 而且他 现在包租贷款业者都必须要成立公司 而且必须要有这个营业项目 而且必须要加入工会 所以如果你要租给二房东 你要先确定他是不是合格的 包租贷款的业者 这蛮重要的 然后你要同意他转租 好 然后再来呢 有同学问说以前签约的合约 等租赁薪资2.0之后要重新签约吗 不用 但是他没有数级既往 所以如果你是 在内政部 颁布之前就签约的 还是走以前的 就是租赁薪资1.0的 就两年前的那个版本 等内政部 他颁布上路之后才是2.0 好 那Marble说 一度电5块钱 5块钱是OK的 好 然后 哇 唐欣说4块钱 好 那你可能夏季 就可能会 会需要 多贴一点 因为 最高 如果假设你很多件的话 可能跳的度数会比较大 或者是你如果可以去申请排店 不是有两段式 或三段式的用店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时段 跟你的房客 是不是可以错开 好 然后再来 有同学问说 住屋是独立门牌 对独立门牌的话 就以台店的账单实际收就好了 台店的账单多少 房客直接拿去缴 好 那有同学说我可以收6块吗 6块就不行了 因为 6块是什么 就是夏天可以 但是非夏天不行 那夏天就是6月到9月 所以6月到9月可以 但非夏天呢 你就最多 只能收到5块钱 就不能收6块了 收6块就违规了 好 然后 米秀说我还是很专业 谢谢 同学说恶心 5块钱根本暴利 其实 5块钱这件事情真的要看你的 你的店表跳到几度 举例来说 像有些人他可能是隔套收租 他的店表 店大招是累积的嘛 所以有一些人他的 夏天 如果假设他的 房客用到6块钱 其实某方来说是怎样 是你 房东要贴一点 但是在夏天你可能就会 因为 夏天虽然最高级距也是到5块 但是有可能用不到最高级距的话 因为 其实很多房客会用地用那么多 都是因为吹冷气 所以冬天你可能就会 节奏补短就可能 可能账单还会 还会有敦结 所以其实这个 没有 大家也可以试算一下 真的这个其实也跟你的 房间数有关 还有你的房客的用点有关 所以 家豪你可以不用这么激动 你可以试算一下 好 其实 因为这个其实 在合约里面会 就是会约定好 度数到底 一度多少钱 所以如果假设你身为房客 你真的觉得5块不合理 你也可以跟你的房东 argue 但是这两个只要 没有超过 就是夏季跟非夏季 夏月跟非夏月 最高几句 我发现说房东是 没有违规的 但是你是不是 愿意同意这个数字 你们可以双方 就是协调出一个 双方都合议的 然后把这个数字 放在合约里面 因为有放还是比没有放好 因为你没有放就比较算是 房东可能就 漫天开架嘛 就反而对房客来说更没有 更没有保障 好 韦庭问说灯泡也是吗 反而灯泡啊 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 一般的 习惯都是 房客处理 如果假设你是房间内的 他就当成消耗品 但是如果是走到 例如说隔套收租的走到 这个啊 或是楼梯键 这个就是房东处理 好 然后再来是 房东提前终止合约要赔房客 违约金吗 要 所以如果你合约上面写的是不得 提前 终止合约的话 房东提前收回房子也要赔一个月的押金给 房客 顶家隔套收租 如果租客去申请租金补贴 怎么跟租客协商呢 不行了 所以租客去 申请租金补贴 因为现在不用入户籍 所以某方面来说 你可能也不知道 房东可能也不知道 因为 丙家他有税级编号 他也可以去申请的 好 然后再来是 预宣问说 预售屋 定金是6月 签约是7月 也适用 不适用啊 这我后来有回答大家了 预售屋 跟租赁新资2.0 跟那个 实价通过2.0 是无关的 他还是一样是 代销跟 业者 跟 建商的合约走完 30天内他才去申报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帮助到 这次没有帮助到实价登录 就是预售屋的 更透明这件事 好 然后 Joshua问说一起罚吗 对一起罚 所以 这是政府聪明的地方 他把这个责任转嫁到买卖双方 所以如果假设 因为像台北地震 他不是会发简讯吗 如果他发给 买卖双方看到的数字 怎么跟我认知的不一样 他就可以要求 就是去补证 他可以去补证 他可以自动去补证 但是 就是他是有一点 恐怖制衡的概念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 通常都还是代数报啦 只是这个责任 就变成是买卖双方一起承 好 然后叔叔说我想要知道QE时代的应变方式 这个我们下一次直播讲 台北市的房价有回来吗 有回问 有点回问 然后再来是 看房的时候如果发现房东不遵守 行政可以检举 可以检举 这个其实消保 你可以打电话去消保 因为这行政院消保处管理的 如果是轻运他又回来要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租赁新制2.0 最好的保障 就是如果他违约在先的话 你是可以轻运的 而且这个轻运其实我会 蛮推荐大家就是全程录印 然后而且 最好是如果你要开门的时候 最好还是 请警察 陪你一起入内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保障 房东自己的权益 好 那房东 二对二 房东对二房东 还有二房东对房客的符合 租赁新制2.0吗 对 只是说 房东对二房东 他除了租赁新制2.0之外 他其实还有一个规范 就是我们刚前面有回答同学的 就是 包租代管有一个另外的法规 所以你的二房东必须要符合 包租代管业者的 要加入工会 要缴保证金 要有这个营业项目 这些规范 游戏医院的同学可以Google一下 包租代管的 规范 叔叔说台中中路超热 其实 这个我们下次再分享好了 就房市这件事情 预售屋签约后30天登陆 有塑及既往吗 塑及既往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 现在的也是这样 以后2.0 并没有涉及到 预售屋的 这部分的改变 所以就跟以前一样 都是 终止合约之后 才有 才要 才要去登陆 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建商他会故意提前去登陆 部分的户别 这部分就是 很多媒体不是说就是 用心良苦 就是建商 特别去登陆的 相信一定都是挑 价格高的 然后让买方 觉得好像 价格都这么高 所以 如果有提前登陆的 真的就是看看就好 同学问说 6月签约6月底已完税 还没交屋 就是 过户他是以过户 申请过户的时间 所以他就 如果假设是6月底 还没有去过户的 就算是 就还是要走 实价登陆的2.0 1.0合约到期后 重迁的话 对就是2.0 重新续约就算2.0 买卖双方价格不时怎么认定 反正因为他就是共同处罚 因为他就认为 双方都要那个 所以 所以变成我刚刚说恐怖制衡 就是 他会要买方跟卖方 double check 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 所以就是 政府聪明的地方 同学有问说 价格太低 要他跟设计公司签约 电高总价 这个就是 可以这样吗 就不可以这样 其实本来就不可以这样 只是说 他 实价登陆2.0 他把这个责任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建商的代书 要承担 而是建商跟买方共同都要承担 所以变成买方 也比较不敢做这件事 好 那 再来是 租赁新制2.0之前签约 但没有每年重新签约 要怎么算电费 没有每年重新签约指的是 什么 其实如果你的租约还没有走完的 都还是1.0 但是只要你租约走完的 要续约就是走2.0 好 那搬走的时候有期费可以抵扣吗 如果他是正常使用的话 不是 特别去破坏 这个通常就真的是房东自己吸收了 好 然后再来是 下次直播什么时候 我们等一下会来预告 好 所以 买运说我每次谈都表明要入营 代销可以拒绝吗 可以啊 因为 结束证的他本来就可以拒绝 不让你入营 所以 销售内容的一环 不愉快 这个其实是 如果你要自己偷偷录音那是你的事 但是他可以拒绝你 因为他毕竟 因为法规没有规定说 一定要让你全程录音 所以 他可以拒绝 但是 只是如果你要偷偷录音这件事情 只要没有侵犯到个人隐私 我觉得你就自己做吧 好 所以我们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 同学应该很好奇 下次的分享 就是QE的这个东西 不过在讲下一次直播时间之前 我们现在讲一下明天下班的时间就是下午5点半 我们会上传一个应该是很多家长 或是 刚要结婚 刚在步入礼堂的人 可能在选房子的时候也会考虑的 就是如果以后有小孩之后 就是亲子宅 买房子应该怎么选 所以这是明天 下午5点半 我们YouTube会上传的新影片 跟大家预告一下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同学 也可以订阅一下 等一下我请助教丢连结给大家 那我们 7月呢 因为疫情 终于比较趋缓了 然后现在不是 就是防疫运动的2.0版本吗 我们今天都要分享2.0 所以我们的实体讲座终于又复活了 所以7月呢 我们这礼拜其实有一场 但是已经额满了 所以7月15 23跟29 我们各有 总共有三场 有两天下午跟一天晚上 我们有实体讲座 所以还没有听过讲座的同学 也欢迎来现场跟我们交流 我们会分享一些 就是最近的 溢价的 一些心得跟一些趋势 我们也会分享在我们的实体讲座里面 然后我们下次直播呢 就是7月30的 晚上了 所以7月30的晚上 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 后QE时代 就无限QE时代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房市 以及是不是真的要贷款买房 才是聪明的呢 所以也请大家可以设闹中 我们7月30的晚上见 好 所以今天 直播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我们又花了一些时间 回答大家的Q&A 希望大家都有收获 也欢迎大家 如果假设这一段直播 有收获的话 也欢迎帮我们按赞跟分享 我们就下一次直播见 拜拜 拜拜 OK